詞曲 李宗盛 《初期的日常》 這是朝朝的 好 下面请陈总介绍一下 这一堆碗 这一个碗是我们的国家把这个碗列为国宝 是在那个山西那个省的博物馆有出土的 一堆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就是大唐真关联 就是里面的这个有印的是大唐真关 这叫做莲花瓣的金 也在国内是成为中国第一碗 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 这个碗就是说属于传潮的 那当时都带着有一些这个以色蓝的风格 像这个莲花瓣的都有在外来的这种文化 藏语里面的 所以这种碗是非常珍贵的 什么材料 是金的 是全金的 因为当时的可能体验的计时还没那么高 可能可能百分九十几啊多少 可能是应该是有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非常难得 再如果有机会去陕西博物馆也可以看到 就是一模一样的 网上搜索一下马上就出来了 那这个碗呢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把会列为国宝 它是不允许出国来就是当然的 只能放在博物馆里面 就是非常难得在这种机会在加拿大可以 那大家看到这个碗 这个印章呢 我收藏了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在北高的纽约 当时呢 我在纽约深复 这个印呢 是清朝的乾隆缓帝的 这个印 这个牛津的印 这个含金量很多里面 这上面是写的大清缓帝之宝 这个是属于一种牛津的 这个印 当时呢 我在纽约一个犹太人手上买过来的这个印 这个印呢 也是在当时的铸 这个铸造这个工艺里面也是算是一流的 嗯 下面这个 就是这个青铜器 请陈总介绍一下出处 这个青铜器呢 也是我在美国纽约 稍稿而来的 这个青铜器是非常有名的 在我们国家博物馆有一件 叫四洋黄砖 这个青铜器 目前全世界 据我所知 只有发现 只有三个青铜器 这个四洋黄砖 一个呢 是民国的外交部长 还担任过代主理的吴廷芳 他 一伍操长一尊 后来呢 他就是 把这个传承给他的外甥 叫赵泰兰 英国华裔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赵泰兰 他非常聪明 他在广东庞与区那边 建了一个保护员 就是那个保护员 三个字是江泽民主书记 亲自提 当时他实验的时候 主书记的时候 亲自提名的 帮他提的 所以说非常有名 这一尊是 目前三尊里面保护员 最好的一尊 因为另外一尊 是 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里面 一尊呢 是 在湖南博物馆的时候 被绿军再转移到 因为在 绿军侵华期间 转移到云南的时候 就被 绿军炸毁了 所以呢 他们后来经过专家 被碎片一片一片把 把它修复 所谓的那一件 不是属于 完整的一个 一个器物 就是说 好来修复的 那我这一件是 完全是 原汁原味的 没有 一点悬山的 所以说这一件 我好像非常非常好 另外一件是在 赵太太的 在百墨园的 那个博物馆里面 他有一件 但是他平衡的 有机会的 大家在本工区 也可以看到这种 但是 今天能够在 加拿大展出 这么珍贵的 一个我们中国的 青铜器的 代表性的 铜器 是非常难得的 我希望通过 这场的交流 文化交流 让更多的人 滑点滑桥 来认识我们 中国的国宝 冰铜器 是属于 三碗器的 三碗器的 这个器物 它主要 这个当时 那个黄 是越来 作为酒器的 酒器的 真酒 你看 这个器物 就是拿来 倒酒的 这个器物的 体型很健康 很长 很大 抓的机会很多 所以它 所有的 这个上面的 纹路 就是 纹饰 非常的鸡满 所以说 在商讨的时候 就是 青铜器的 代表性 这个是青铜针吗 请陈长介绍一下 这个 玄名 全天的玄名 应该叫做 雙羊青铜 雙羊就是 两只羊桃 非常鸡满的羊桃 这个也是三朝的 三代的 早期的 三代大西的一个 这个在这个博物馆 在我们国家博物馆里面 也有一件 这个 这件器物 照相特别精美 请陈长介绍一下 这个器物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这边又是龙 这边又是神少 这个学名呢 这个就是 叫做 鸟少 文官 这个东西 整件器物呢 是目前 全世界也只有两件 一件呢 是在美国的 华盛顿的 福利尔 美术馆 这博物馆里面有一件